Hello,大家好,我是沈厚莉 今天为你们推荐的就是晴天半岛第六座一个高层的B单位 那个单位的雄面积大概就是59平米 它就是两房套,还有可以看到三边海景的单位 采观非常好,现在就让我带你们看吧 今天为你们推荐的那个房子,它一层有八个单元 还有三部电梯,分高层还有低层的 所以早上你上班,上学的时候,不用担心 你等候的时间很长哦 今天为你们推荐的那个B单位 首先我们经过一个小巡观 啊,我看你一定给外面那个景观吸引住了,对吧 先讲那个客厅好吧,大概就是18.8平米 宽度就是3米,长度就是6.2米 那个房子你可以看到三边的海景 可以看到那个奇德游轮码头 李渔门的海景 前面的就是维多利亚港 下面的还有高铁站的入口 前面的就是西区中心啊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下那个客厅还有餐厅好吧 我拍的时间大概就是下午5点半 你可以看到那个采光真的非常好 再配合上面的它有一个色灯 你会觉得那个楼底特别高 楼底高度就是2.7米 先为你们介绍的就是隔壁的一个小房 大概就是5.3平米 宽度就是2.1米 长度就是2.5米 同样也是看到楼井还有很宽的海景 非常舒服 还有房子你是方方正正的 放东西你不用担心 还有那个空调也是新的 再来为你们介绍的就是隔壁的主卧 进来首先看到一个订桌的柜子 它就是把房子拉得比较直一点 放正一点 放东西就会比较容易 那个房子原来的就是比较diamond shape的 砖石型的就是拐了拐去那种 可是采光真的非常好 主卧的窗子外面 你可以看到三边的海景 你渔门海 维多利亚港 还有旁边的就是南巴拉海景 它有一点西桥 可是比较多阳光可以进来 可是对海景房子来说也是挺不错的 因为阳光可以进来 你那个房子就会比较干 保养也会比较容易 那个空位你可以放一个双人床 还有床头柜也没问题 宽度就是2.5米 来我们看一下主卧里面的卫生间好吧 也是配有窗子的 还有一个浴瓶 那么你洗澡的时候 那么你洗澡的时候不怕那个水走出来 对吧 还有浴缸 就是原来的干戈 那个地板我是挺喜欢的 它真的保养非常非常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隔壁的另外一个卫生间 也是有窗子的 所以基本上那个房子你是三到四个人住 基本上也没有问题的 中间你完全不用担心 还有蛮多窗子的 你看 这里还有一个L型的工作台 上面的还有洗衣机 微波炉 冰箱 真的非常好 对吧 所以基本上你拿钥匙就可以进来住了 那个房子 现在它是放买卖也放租的 如果有兴趣 可以跟我约看的 如果你们对我今天的推荐有兴趣的 可以在我微信跟我联系 也麻烦你们多多转载 多多分享 也多多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LilySum 神后力 最后麻烦你们点我一个赞 作为鼓励好吧 再见 拜拜 by bwd6